明老師剛剛看到的是拜登回應媒體說 可能直接制裁普丁 那普丁事實上對於北約跟美國 極限施壓的同時 另外一個觀察核心在習近平 特別是習近平今年是有20大的政治壓力 對 那個我們這問題談了一段時間 但最近看了一些新的動向出來 跟大家回頭仔細來談一下 我們在談這些動向以前 先提醒大家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在談大陸政局的時候 我們留了幾個尾巴 也就是說我們注意到大陸政局的發展 最近幾個月來 除了說起伏不定之外 有幾個很明顯的反常 第一個反常就是去年 不是開世界有些六中嗎 六中不是通過歷史決議嗎 在通過歷史決議前 中共放話說 這個歷史決議 大概不會去特別肯定江澤民跟胡錦濤 當時我們聽過這件事情 結果決議出來之後 我們都嚇一跳 江澤民 胡錦濤 赫然在聊一下是正面的方式 談到他們兩位 所以這第一個反常的地方 第二反常的地方就是孫力軍 孫力軍事情我們也做了好幾次了 可是我們看了一點就是 去年孫力軍剛剛被公安部通報的時候 那罪名是嚇死人的 第一呢 數量有四十幾個罪名 你前後數下四十幾個罪名 這第一個 第二呢 罪名大了就是拉幫結派啦 團團夥夥啦 然後造成重大的政治利益傷害什麼的 這些東西聽起來算什麼呢 像暗殺 像叛國 像叛變 當時我們就說 這個罪名擺在一個副部長的身上 是不是大了一點 也就是孫力軍一個副部長 挑不起這麼大的罪名 這罪名看起來是一個政治局的常委 或者政治局委員挑這個罪名 都已經嫌過重了 政治局常委挑才挑起來 好 可是這個前幾個禮拜 孫力軍被提起公訴 罪名只有三個 第一非法持有槍械 第二是這個收索賄賂 第三呢 操縱證券市場 跟前面講的那個東西完全不搭桿 所以孫力軍的罪名忽大忽大 當然我們還要講到 最近又有新的大的罪名出來了 所以孫力軍的罪名忽大忽小呢 也非常奇怪 所以這東西就聯繫到第三個問題 就是那麼過去江湖上傳說的 這中共內部真的有人要暗殺習近平 而且這個孫力軍這些人呢 應該是捲在裡頭 所以大家是有關係了 好 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就是 這兩天又有新的訊息出來 好像這個中共的大外宣的媒體呢 放出比較明確的消息說 可能要鬥爭江澤民跟曾慶紅 也就是習近平會出手 所以這就是這段時間以來呢 我們看見中共政局幾個比較不尋常的地方 上個禮拜開始呢 這個多位新聞網呢 放出了一系列文章 它總標題叫做 鄧小平南巡30年系列 鄧小平是1992年南巡 南巡之後然後就重新發動改革了 然後就經過了六四件重新發動改革 然後現在我已經發了七八篇文章 我很快讀一下標題 第一篇叫做 走入歷史的中固尾 然後南巡前後的老人政治 第二篇叫南方談話 在鄧小平南巡談話之後 兩種力量的博弈 第三是 許多人都忽略了 鄧小平的價值底色是左翼 也就是鄧小平是左派 第四 1992年鄧小平把這個暫停改革開放的 這件事情按了一個快進鍵 也就是重新開始了 第五 從改革開放到深化改革什麼 然後最後一篇說 共同富裕是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 大家把這些文章連起來之後 第一 看起來是很肯定鄧小平了 對不對 所以肯定鄧小平 然後也肯定了 好像習近平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程序鄧小平做的事情 在這些文章裡面有三篇文章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篇是 南方談話前後兩種力量的博弈 然後第二篇是 走入歷史的中顧委 南巡前後的老人政治 第三是 1992年鄧小平的為改革開放 按了快進鍵 為什麼這三篇這麼特別呢 簡單說 我們看到 然後海外有一些觀察家也看到了 特別有名像何清漣女士 看到這問題 他說南方談話前後兩種力量博弈 很清楚的把第一次把江澤民擺在了 否定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對立面上面 為什麼這樣講呢 大家都說江澤民不是鄧小平提拔呢 沒有錯 江澤民是鄧小平提拔的 可是你要把江澤民擺在1989年之後的 北京的政治氛圍當中去觀察 你發現說其實問題比這複雜 那我們為什麼說有一個什麼南巡前後老人政治 這話什麼意思呢 簡單說就是中共內部呢 經過了文革之後鄧小平回來了 但是黨內有個陳雲在 所以陳雲跟鄧小平兩個路線不太一樣 他們雖然沒有到激烈鬥爭地步 但雙方的確有相當的矛盾 簡單說鄧小平比較主張改革開放 而陳雲比較喜歡計劃經濟 六四屠殺之後呢 黨內氣氛就紛然左轉 所以黨內的主流的思維呢 是否定改革開放的 所以這麼一來就變成說 陳雲在黨內的聲勢呢 似乎高過了鄧小平 江澤民在這氛圍下面 雖然被鄧小平提拔進了北京 但江澤民就要仔細觀察說 在陳雲跟鄧小平這兩個山頭當中 我要怎麼擺放我自己 最後就看見 大概兩年多的時間 江澤民更多的是導向陳雲 而不是導向鄧小平 好 那些問題就出來了 那鄧小平是講說 對 我是下令開箱殺人了 我是把這個趙紫陽拔掉 可是我沒有說要停止改革開放啊 改革開放繼續啊 但是這個你現在在 江澤民在這裡呢 就你倒向陳雲那邊 這是什麼回事 所以鄧小平等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他就到處放話 放話不成功之後就南巡 為什麼能夠南巡呢 因為當時有楊家將的支持 有軍方支持的鄧小平 就有把握 92年1月份 然後到2月份呢 大概一個多的時間去南巡 南巡當中放話 講到最重要一句話就是 你們給中央代話 誰不改革誰就下台 什麼叫給中央代話 給江澤民代話 你再不改革的話 你就下台 江澤民聽到耳裡面呢 那這個就是如雷灌耳了 簡單說 他非常清楚 鄧小平拔過好幾個 是一把手的了 前面拔過這個華國鋒 然後拔過這胡耀邦 然後再拔了這個 再拔了趙紫陽 現在才把第四個 也並不是太奇怪的 所以當這個江澤民 審時度勢之後呢 他又倒回鄧小平這邊來 然後說我要去改革開放 什麼等等 好 那這一段呢 過去很長時間 大家沒有談 也就是說 江澤民曾經背叛過鄧小平 然後導向過陳昀那邊 也是江澤民曾經反對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這是前面那些文章 才像飄雜的意思 好 那麼現在就回到 江澤民執政那段時間 我們會講過 我們說江澤民在北京的政壇當中 這個基礎並不深厚 所以當他來到北京 他要去當一把手的時候 他必須要得到這些 大佬們的支持 而最具體的支持就是 你們要幫我這個開路 我要的人 你們要幫我拉進來 我不要人 你要想要幫我清掉 這樣一步步上 我的這個 這個一把手的位置 才站得住腳 我站得住腳 中國共產黨站得住腳 中國共產黨站得住腳 你們現在才能活下來 好 所以簡單說就是 江澤民這個 曾經背叛過鄧小平 這件事情呢 很長時間是沒有提的 就現在提出來了 而現在這個是誰提出來呢 是過去看起來 一直是跟著江澤民 走了這個刊物 或這個多維新聞網 提出來的 那麼這麼一提出來呢 就表示說 你江澤民曾經有過 一關暗黑歷史 暗黑歷史過去沒有談 那現在談了 為什麼談 現在有一個解釋就是 多維新聞網 或者被滲透 或者受到壓力 或者被買了 倒向習近平那邊去 然後把江澤民 過去不好看的 這個黑歷史丟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好像要去鬥爭它的跡象了 大家說你們這樣解釋 是不是太陰謀論了 但他讀讀看之後 剛才講的這個 多維新聞網第一篇文章 這個老人政治 然後兩元對抗 講的不是就是 黨內有鬥爭嗎 那現在就是 我們想把它鬥爭 談到台面上 明老師剛剛看到 講到 在香港的這個 多維的這個媒體 事實上現在隱約 聞到了鬥爭 江澤民的味道 對 那我們過去 這大概差不多 大半年來講的事情 現在慢慢開始 拼圖拼起來了 我們過去陸續講過 我們說 為了迎接這20大 為了要保證 習近平的這個連任 不出疲漏 是要做了多方面的準備 那過去我們陸續有講過 那現在呢 海外有一些人呢 也注意到 也整理出來了 有一位先生叫王友群 他過去原來是 中共這個大官呢 遇見型的這個秘書 那麼他這件整理出來 跟我們的觀察呢 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我們來 仔細介紹一下 他認為 其實我們過去 也這樣看的 認為說 習近平為了保證 他20大連任 不出問題呢 他至少在幾個方面 做了重要的準備 第一是筆桿子 第二是槍桿子 第三是刀把子 我過去呢 我們也這麼說 我們來先看筆桿子 除了剛才講的 這些文章 多多網的文章之外呢 我們還看到 大概這段時間 我們注意到呢 大概相關的 這些官方媒體 中共官方媒體呢 連續發一些 重要的講話 而這些重要講話呢 指向性都非常強 第一個是 在去年不是開六中嗎 我們剛剛講了嘛 六中裡面 習近平有些講話呢 是沒有公開的 但今年的1月1號 我們跟大家講過 《求是》雜誌呢 就發了這個 習近平在六中的講話 我們把這內容再讀一遍 在重大風險 強大對手面前 總想過太平日子 不想鬥爭 是不切實際的 妥協退讓 只會招致失敗跟屈辱 只能是死路一條 唯有主動迎戰 堅決鬥爭 才有生路跟出路 對那些在黨內搞政治团伙 小圈子利益團體的人 就是要毫不捨然 堅決查處 該開刀就開刀 所以這話講得很清楚 我們外面有敵人 但我們裡面更有敵人 我們該開刀就開刀 然後類似的話呢 在這個1月11號的 省部級高官上面講過 然後在1月11個禮拜之後 在1月18號呢 在中紀委的會議上面 也講過 他那句話講得更清楚 他說腐敗和反腐敗的較量 還在激烈進行 翻成一般的白話 中共的術語就是 反習近平的力量 跟支持習近平的力量 還在激烈對抗 然後他又講了 要防範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 乘火做事 然後像孫力軍眾人呢 在黨內大搞 團團伙伙 拉幫結派 培植個人勢力 什麼等等 乘火做事 控制要害部門 嚴重迫害政治 嚴重危害政治安全 這些話講得很清楚 都是黨內鬥爭的話 也就是磨刀霍霍 我們過去跟大家反覆講過 我們說中共鬥爭呢 要鬥爭開始 第一件事情是 先動筆桿子 也就是先動文宣 把文宣的陣地呢 先站好了 或把風向帶好之後 然後再開始動手搭 現在我們看見呢 一層層這個布置好了之後 現在先從外圍 先從多圍開始放花 好 這第一個 這個筆桿子 第二次槍桿子 就是軍隊 我們過去 這次比較少談 中共今年在軍方 發了軍委的一號命令 它是這樣講的 軍隊要緊盯科技之變 戰爭之變 跟對手之變 迎接黨的二十大的勝利召開 現在問題是 這個對手之變到底是誰 對手之變 完全我們可以有兩種解釋 一種是既有外在對手 也有內部的對手 所以有人解讀就是說 這個一號命令 更多的像是指向 對內的對手 大家覺得說 這話好像有點奇怪 說不通啊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件事情 幾天之後 1月21號 習近平呢 在今年的1月份 一口氣升了7名上家 這個我們簡單提過 但是我們沒有跟他提 這個升了哪一上家 7個上家當中 有5名是政委 北部戰區的政委 中部戰區的政委 陸軍的政委 海軍政委跟武警部隊政委 中共政委一共11個 就5個戰區5個軍 加上武警一共11個政委 他一口氣換了5個 政委是幹什麼的 王友群先生提醒我們說 政委的職責叫監軍 什麼叫監軍 防止叛變 那麼也就是這件事情 我們慢慢連起來之後呢 曉得說 習近平的佈局是什麼了 好 那現在這個是 第二是筆桿的部分 槍桿的部分 第三是刀把子 刀把子就是我們過去講的 政法系統 孫立軍的罪名我剛剛講了 有很大的起伏 那你說他最後他只是說 非法只有槍械 然後收賄受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操縱證券市場 看起來這個不嚴重啊 不是的 因為習近平後來 在這個之後呢 兩天之後 在政法工作會議上面呢 他就講了 幾任的這個 就有人提到說 幾任的這個政法委呢 好像都是江征 他們的人嘛 羅幹啦 周永康啦 孟建柱啦 郭聲坤啦 羅幹當然過去了 周永康被抓了 孟建柱現在 大家說要抓 然後郭聲坤現在 好像還沒事 可是這簡單說就是 這些人都不是 我習近平的人嘛 如果說我要抓刀把子的話 那顯然我把這些 都抓過來 所以今天看起來 這些動作呢 都是在抓刀把子 那包括孫立軍的事情 孫立軍不是我們前面說 抓了五隻老虎嗎 包括孫立軍站在那裡 五隻老虎嗎 這五隻老虎 看起來好像都不是 習近平真的自己人 而他現在自己人是誰呢 就現在政法委的秘書 叫陳一新 那總結就是 鬥爭的訊號已經發出來了 鬥爭的戰場呢 正在部署 然後現在各方面呢 已經開始把軍 把這個軍馬什麼的 推到定位 大概要出手了 但是我得做個結論 這是習近平的意圖 未必會成功 因為對方也不是傻子 對方也會反擊 那麼對方反擊的時候 用到的就我們過去講的 反擊13招 那可能還有新的招數 但是如果光在內部 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的話 他們一定會把問題擴大 怎麼擴大呢 把美國跟台灣 拉進這場極限來 這就是我們說的 中共的政治鬥爭呢 最後可能會 抗爭到台灣 可能會抗爭到美國 甚至三邊搞在一起 那希望我們能過個平安的年 就是要cios心打拗 多知呢 感谢观看